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就是四個字,淡有死穴 先談談市場的情況,市場只有半天都不夠 因為今早打風,下午一點半才開始 半天都差一點點,半天的市場反覆向下 輕輕低之後,一度跌過288點 其後跌幅就叫做,好在收窄一點 前日是半天,應該這麼說,半天跌188點 收25,178點 成交就846億,半天市不夠,成交縮也是很正常的 今天的市場主要是重廣告拖累 包括騰訊,跌1%有多,跌6元 順域光學又跌,業績之後繼續回軟 聯通,昨天升帥,今天都回吐了 加上,今天出業績的廣交所 都不能夠承住,業績比預期為好 而上升反而要回軟,拖累的市場 就跌回188點 好了,整個市的形勢,今天的市場 剛剛說過,跌一度跌成288點 就貼近25,000點水平 昨天的市場還叫做 沒有什麼特別的向下動力 今天突然跌了下去,有什麼原因呢 其實在外圍,美股有升有跌 道指就是跌,男子就是升 美元就繼續軟軟地 整個外圍形勢沒有什麼特別的大變 只不過香港出現了什麼呢 就是點題幾個字 淡有死穴 好友,幾次都攻不穿淡有死穴就會出現回軟 說到淡有死穴是什麼呢 當然是一個技術性的重要關口 現在的技術性關口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在看的覆途 就是保力加通道的頂部 很明顯成為近期淡有的死穴 本來如果攻穿了去 或者刺穿淡有死穴 淡有當然是落荒而逃 偏偏有始終都攻不穿這個死穴 所以就出現淡有反撲 以至恆生指數回軟 其實大家看到恆生指數 不單是恆生指數是這樣的狀況 你看到國企指數也好 上證指數也好 都是出現在保力加通道頂部回軟的狀況 給大家看一下圖先 看到這個就是國企指數 保力加通道頂,上面是頂部 穿過第一天,穿過就收不到在上面 對上的交易又是穿過又是收不到 今天就直接就由高位 就是通道頂部 再穿一穿少許 然後就明顯回軟了 國企指數是跌1%的 比恆生指數的跌幅更加大 這就是國企指數的情況 明顯了,幾天都受制於保力加通道頂部 或者幾天都讀不穿這個淡有死穴 這就是國企指數的情況 上證指數也是 昨天是威威威勢 衝到上去 一度就想挑戰綠色箭咀指著前浪頂的阻力 但其實它另一個阻力就是保力加通道 之前就穿過一下 就站不到,昨天又是站不到在上面 今天就直接回軟 當然保力加通道是少許抹開的狀況 就跟國企有少許不同 但無論如何 保力加通道都不能夠扯上去 所以也是類似情況 至於恆生指數也是這樣的 它更加多日子 因為過去的5個交易 1,2,3,4,5個交易 曾經有3個交易都是這樣的情況 這天保力加通道頂部就回軟 出現一支比較大的陰竹 而且跟之前的陰陽竹圖 即是陽竹 合成一個淡友犯工的狀況 淡友犯工 這顯示保力加通道有不少淡友的頂部 不少淡友在駐紮 隨時迎擊你 接著對上這兩個交易人亦都是這樣的狀況 高位穿一穿的 但又是不能夠站在那裡 昨天試試又回軟 今天終於低開後反復向下 所以顯然保力加通道是成為一個淡友的重要力手的地方 好友始終攻不破的地方 所以從市來看 保力加通道大家要留意住 穿不穿到就是後市的關鍵所在 現在看一看 因為多天都穿不到 反覆向下反而 測試保力加通道中逐的情況 可能性是更加大的 保力加通道中逐 現在大概在24,916點 大概是24,900至25,000點 就是保力加通道中逐 當然 五十天線 就是24,996 都是有一定的支持 所以換言之24,900至25,000點 就是接下來的重要的支持 行指出不了通道的頂部 有可能會是中逐 就是剛才說的兩個位置 如果大家有興趣玩的事 就留意住這些水平 至於大家最近喜歡玩個別股份 特別是就業績股來炒作 都是可以留下淡有的死穴 原因是業績近來有些股份 有些好 有些性預期有些不性預期 但是情況下 性預期不一定會升 是怎樣才會升呢 就是性預期之餘 看到技術上突破 一些重要阻力的位置 投資者就可以跟進 譬如一個 當然 這個時後看 這個京東就是這樣 業績性預期 一枝陽燭 突破兩個頂 或者叫做 一個頭肩底 這個頭肩底 肩 頭肩 突破頭肩底 用裂口來突破頭肩底的頸線 就突破了一個淡有重要的關口 接著就上了 簡單來說 業績性預期配合 突破了一個位置 就可以跟進的股份 這個就是京東 當然已經過去了 因為都衝了兩層上去 已經失了先機 接下來 就是今天 反之 看回港交所 今天出業績 性預期的 出來的業績 就是過去半年 中期業績 創了一步新高 而且 雖然比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 只是小升0.5% 但是創了新高 原因都是 成交 不錯 過去一段時間 平安成交 去到1175億 比同期 比同期增加了兩成 加上 過一段時間 很多重磅的中概股來了 接下來 也有其中 螞蟻集團 就是大家在等 所以整個形勢本來都是好的 但是 他不能夠 做好反而跌5元 多多少少 跟他逼近一個重要的阻力位 包括前廊頂阻力穿不到之餘 更加重要是 保力加通道頂部 逼近 就不能夠站到 接著就回軟了 所以 從保力加通道來說 即使業績是升預期 接下來 看起來也不錯 盈利前景 但是 反而又可能 就會反覆 向下考驗保力加通道 第一步 去整固一下可能性 先行整固 然後再 潮著 大家 現在很樂觀的股份 先去潮著大家的目標進發 先去整固 接下來會有兩種很重要的科技股 就是公布業績 包括明天的阿里巴巴 以及後日的美團 大家都可以大概用這個模式 先看有沒有勝預期 然後看看能不能夠協主 不錯的業績 當然前提是業績也不錯 衝破阻力 這兩個都達到 就可以跟進了 阿里巴巴 業績就未知 但是阻力就知道 阻力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前浪頂部的阻力 以至 這個 保力加通道頂部的阻力 都大概258元左右 大家留意著 不遠了 只差幾元 因為一破到 形勢就會轉好很多 特別是如果業績都對板 又破了 就不得了 美團也是 不過今天就慢慢的 先創新高 倒跌 倒跌 而且形成一個 淡有犯工的走勢 周五就公布業績 業績區是怎樣 大家要留意著 它的重要阻力位是甚麼 就是第一個 今天的高位 240元 以至 保力加通道頂 239元 換言之 239至240元 就是美團的重要阻力位 或者叫做淡有死穴 公村 尤其協助於業績 真是勝預期 有公村 那就有運行 就值得 短線可以跟進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給我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